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才開始聯合起來 決定打這一場 大家都覺得我們不會贏的戰 一人NONO被指控性騷及性侵 網紅小紅老師6月30號到北檢提告 被害人數累計30人以上 北檢3號分案調查 NONO被正式列為被告 如果涉及到的是強制性交罪 或者是強制猥褻罪 本身這些罪名都是屬於公訴 非告訴乃論的罪 因此是不需要被害人來協助提告 這個案件就可以受理 除了性騷必須要被害人自己出面 妨害性自主都是屬於公訴罪 檢方受理之後要主動偵辦 如今再有方療師出面控訴 遭到NONO生狼爪 方療師N小姐指控 2012年遭到NONO性侵 當時方療服務不到20分鐘 NONO就突然從美容床站起來 下半身赤裸 強取她的義務霸王硬上弓 N小姐反抗 不要這樣很害怕 NONO竟然回 我比你更害怕 就怕被別人看見 一直到現在有那麼多受害者 我沒有看到她的 要負責的態度 一開始我是希望她 對受害者道歉 可是後來她的態度讓我覺得 我希望她得到最嚴重的懲處 恩小姐指出 NONO離開之前 甚至向她要電話 好幾次奪命連環Call 用電話訊息騷擾她 讓恩小姐身心受創 有向這些閨蜜或家人來做哭訴 法官如果聽聞這些親友的說明 也是可以接受的 複數的被害人 那對於法官或檢察官來講 也會認為說 那這樣子被害人所說的內容 是可信度很高的 一人謎途爭議一樁接著一樁 最後還是得為自己的惡行 付出代價 近新聞 曹文廷 全采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